What's up guys Hello大家好 我是小豪 今天的影片呢 其实是两年前 我发布的一部 关于东京租房的 影片的续集 至于为什么 这之间隔了这么久 日本某知名up主 为何时隔两年 突然发布影片续集 这背后究竟 是道德对 干嘛呢你一个人在客厅里 黑居居的 打都打干 如果你想要了解 关于外国人在日本 该如何租房子的话 可以去简介栏找一下视频链接哦 OKOKOK 那么让我们回到这题 大家也知道 日本也算是一个 生活水平相当高的国家 嗯高吗 那么这其中消费水准最高的 应该属于东京了吧 没毛病 那么在这么一个 高消费的 国际大租市里生活 6000元人民币 能租到一个什么样的房子 那么得 那得来现地 看一看 这位呢是我的中介朋友 永强 强哥 走吧 首先我们从楼下这个崭新的大门 就可以看得出这套房子 非常非常的新 进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还有一道安全门 哇 这是戒备森严 重重防护啊 不好意思 你是你的外卖到了 不对 你不是来送外卖的 然后这个是储物箱 放快递的 这一排呢就是油箱 等等 从油箱上面的封条可以看得出 目前这栋楼 还是有几户人家是空着的 万一 一会儿你们要是有看中的话 记得评论留言告诉我 在上楼之前呢 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楼里面的设备 挺静的 一个支柱 然后这里是大楼专门扔垃圾的房间 这还是很干净的 服务不错 这啥乐融 哎呦 这个电梯蛮嗲的嘛 哇 它会说中文吗 好像不太清楚 看我的衣服可爱吗 就是我们要看的房间呢 是在七楼 哦 刚上来我就看到一个这样子的景色 真的是让我有点腿软了嘛 好了好了 赶紧让我们进去看一看吧 你这开的瞬间不要拍吗 要 哦 好像也没有什么大 不是那么好 在日本看完了脱鞋 然后是比较天性的中间会就能脱鞋 哦 哇 这货硬要给自己加戏 这货硬要给自己加戏 哎 为什么 它突然污蔑我 难道 从玄关进来之后呢 立马映入眼帘的就是客厅和厨房了 在日本很多房子都是没有真正所谓意义上的厨房间的 基本要不就是直接放在客厅 要不就是像这样 从客厅挖出一大块来做个厨房 至少 这样还能挡一挡油烟 然后这里 这扇门后面应该是房间了吧 好吧 你确定这不是储物间吗 平等下来给你们看看这个房间的多话 总体来说整个房间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了 相对来说还是非常干净的 除了有点小 这个是储物间 我跟你说 我帮你再继续一下 什么都放不下 估计只能放在下一个新米箱 然后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厨房吧 这下面不会有炸手的吧 这样的话就可以切菜了 嗯 放点东西 那有两个手拿 一个是小的这个上面的 还有一个是下面的 基本整个灶台的话 是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你放东西的 灶台上面的墙壁 用的是一种金属材质制成的 我觉得可能 一是因为想要方便清洁 还有就是 可以挂一些锡在上面的挂钩 挂一些勺子啊 锅之类的厨具 这个大空间呢 是用来放冰箱的 小的大的都可以放下 哎你们看 这种新房子 连厨房上面都有监控器啊 虽然小了点 放个餐盘 你喜欢看 谢谢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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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房子 尤其是老房子 都是电磁炉嘛 所以说看到煤气的 我也觉得还不错 这个外边这个地毯还挺好的 是吗 这房子除了小啊 没啥别的房子 没有这个房子好啊 陆地床啊 不管这个房子怎么样 至少从阳台上看过去这个风景 还是非常棒的 这个玻璃是之前台风说的里面有铁丝的吗 强化玻璃 这一根根的这个 换气口 味道 不错 不错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浴室吧 日本呢一般新的房子 基本都是浴室和厕所是分开来的 像这里就是一个洗漱的地方 一个洗漱台 一个洗漱台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放洗衣机的地方 对 对洗衣机一定要有专门的地方放才行 因为它有下水管嘛 然后你看这边是出水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可以放一些洗衣粉啊 或者洗完的东西可以先放一下的地方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洗面池了 这里还 啊洗面池还有个灯 有灯的 一下子晾了好多 放毛巾 放毛巾的 把这都太棒了 这都包起来 再盖一下 对 这个是浴室里面烘干换气等多功能浴霸操作盘 然后就会从这里出来 然后这边是一个给你挂浴巾的地方 这个设计蛮好的 我觉得看一下厕所吧 哦 它这个厕所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厕所 哦 它这一块之前的历史 哦 我看一下一下这个历史 我可以查一下这个历史 那么总体来说 差不多就这个样子了 很新很漂亮的房子 主要交通还很方便 除了有点小 所以如果换作是你们的话 为了交通方便 会每个月花6000元人民币 来租这个房子吗 一定要在评论栏里面告诉我 好了 那么今天的影片呢 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评论分享 并且关注一下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